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那我看到这个桌子上有好多的装备 这种你平常的装备 对的 这是不光我自己 还有我队友的 你看这么多 作为一个军迷来讲 能够拥有这么多的装备 其实应该已经算是非常厉害的 相对来说还是有一点自己的收藏的一个小成就 怎么就成为了一个军迷喜欢上了这些东西 其实我是个军人世家 我的父亲 我家里的老人都是军人 那因为种种原因吧 就是我没能当成兵 但是心里一直有这个执念 对 从小也经常买一些杂志 中国兵器啊 然后建存知识啊什么 经常会喜欢看 学 然后自私就变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剧迷 那我听说呢 咱们平常除了玩这些装备 或者说这个枪战游戏之外 还在做一些像武术指导什么的一些那种 对 因为我们就是也是因为我们做的也是相对来说越来越好 然后我的俱乐部的小伙伴们有很多都是电影的从业人员 所以说我们会有很多的机会给一些院线的电影 然后网大的电影 然后包括一些小的作品短片来做这种武术指导 然后装备的提供 然后试剂 包括剧本的研讨都会找到我们 包括你像就黄渤沈腾之前演的那凤凰的外星人 最后就是由我们来进行装备的搭配 然后剧情的设计 然后包括我们自己去出演去跳那个法 就是我们自己去弄的 这说的是装备 然后像刚才说玩的好 肯定还有包括咱们后面这是一个玩什么 后面这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对战的场地 对 对战场地里面可能我们有一些游戏模式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头盔上有这种小的接收点 我们会拿我们的激光的那种玩具枪 然后打这个接收点它就会亮 就表示你被击中了 所以这是一个玩对战的场所 这一方面我听说也是一个特别厉害 我们大大小小获了冠军七八个 对包括我们个人的团体的 包括我们2018年获得了赏杰野人全国 World Game这挑战赛的冠军团体的 里面包括了实弹飞碟 然后对战体能等等 IDPA北京这一块 我个人也拿了三个冠军 包括前一战还有一个战术射手 就是特种设计比赛 就是穿着装备来进行这种竞技设计比赛 我也拿了这种冠军 像咱们说到IDPA其实在 因为互联网发展 其实可能很多人经常听到这个词 什么意思可能有的人 就是国际使用设计防问设计联盟 它是一种训练方法 也是一种比赛方式 它会给你设计各种各样的情境 比如说这个情境是你在坐着 把枪放到桌子上 然后中间比如说有四个敌人 五个敌人或者有一个人质把这都能打 然后在听到计时器 嗶的一声的时候 你要就开始射击 要有一定规则 你的枪口指向 思想原则都不能被打破 然后要注意你的换弹的顺序 然后去将各个把子去击破 然后比什么呢 比时间 然后比进入力 那总体来讲 其实跟实战化贴近的比较近了 已经很近了 也是从比如说咱们部队训练当中来的 因为IDPA和IPSE这几种竞技的方式 它就是从军警训练中提炼出来 其实它的前身就是军警训练 只不过被这种爱好者发展了以后 它变成了一个逐渐变成了一个体育赛事 那跟我们讲一讲这些装备 那你看我们现在桌面上这个装备这么多 其实我们看到那个特种单兵装备 总共可以分为几个大块 那就是我们的头盔系统 然后我们身上的防弹衣系统 然后作为补充的战术妖风系统 对 然后来到这边就有那种防化系统 然后就是无线电系统 然后就是光学的夜视器材和热成像的系统 大概总共就这么几个部分 分类来讲一讲 我们先从头盔开始 我们以这个为例 这是一款黑色的碳纤维的骨 它不就被防弹供弹 它主要就是轻 那它主要分为几个块 我们首先看它是一个拥有一个时音降噪耳机 它可以做到让你细小的轻微的环境 你非常细小的声音 它可以给你提起来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非常安静 你可以听到隔壁的有角度声 逼近你或者怎么样 或者隔壁有人敲敲话 你都可以听到 然后同时它又能提供一个降噪的功能 就是比如说你大声的这种噪音 然后你的枪声 它能给你瞬间给你降到一个耳朵 能够接受的这么一个程度 扩充了耳朵的功能 它让你有一个非常舒适 在这种非常复杂的战场环境中 能够提供给你一个信息的甄别 一个真听的感觉 又能给你起到一个听觉的保护的功能 这是一个识别灯 这会亮吗 当然会亮了 但是我们正常来讲 不是说需要这个隐蔽吗 所以这就提到了我们的不对称作战 我们戴上夜视镜以后 看这个灯 它能提供一个爱啊不可见光的 一个频赏的一个功能 甚至它还能编程进行各种不同 频闪型号的一个变化 它能够给你的队友 包括你的监察系统 包括你的整个的后方 能够告诉你在哪 然后敌人就不知道 我有个问题想问 就是可能 我们也不参加这个真实的作战 但是有这么多的东西 其实还是说 比如我们军迷可能喜欢人的家 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 是真的让他看起来很专业 自己很喜欢 第二点就是 我真的用不到的吗 其实是能用的 因为我们平时会打一种游戏模式 叫做军事模拟 可能持续两天一夜 我们也会半夜 去进行一些游戏的得分 然后呢 我们会用到夜视仪 也会用到这种识别灯 所以说 咱们这个军迷玩这些东西 其实也是非常贴近实战 也是从这个官兵训练那种来的 没错 我们其实是因为很有军事情景 也很喜欢这种东西 所以我们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去贴近这种体验 也去体验 咱们的各种人 对吧 所以说的是头盔这个系统 然后我们先来到身上穿的 那就是防弹衣 我以我的这个防弹衣 来给大家简单讲一下 它都有什么样的功能 首先身上所有的副包 然后这些器材 包括天线 都是自己去配的 根据自己的需求 那你看我前面有一个三联 这个三联可以放三个弹匣 在放弹匣的同时 我前面还有一个小副包 它可以放一些杂物 比如说电池 我可以放一些纸盘针 一些GPS都可以放在里面 这里我安装了一个电台的控制面板 那你看我这里有一个电台 这个电台当然是一个军用造型的民用电台 为什么连这个控制面板 因为这个电台 装在一个包里以后 你很难将它拿出来 尽时进行调整 会非常不方便 总得拿出来也掉了 对 所以我是把它固定好了 但是固定好的同时 那我又想操作它怎么办呢 就接了就是写了 这个控制面板就可以 对它进行全部的操作 你看我现在给你打开 看是不是亮了 你看它会显示你的所有的频率 然后包括你所有的功能 这些键就是电台上的键 然后你就可以对它进行 就两个大小 调频都可以做的 我看有用 这都有用 这个天线也没有 你看这个天线是什么意思 你看如果正常装 我这个天线是这么支在上面的 那我做动作的时候 这个天线就会对自己产生一定的影响 所以我通过这样的一根延长线 穿过我的侧围 将我的天线顺道的后面背在这 所以这里就相对于空一些 然后它会对我进行一些强烈操作 包括跑动 一切从实战出发 对它会对我的动作 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对 由此可见 就这所有的东西 都是为了你的作战效能的提升 对你的效率的提升 所以说其实我们弄的都不一样 也是说自己可能取拿方便一点 你的身体机能 或者你的肌肉记忆只有一套 你的所有的位置 PTT也好 你的弹匣的摆放的位置也好 你的小工具的位置也好 你闭的眼睛 你第一反应就要拿出来 所以说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战斗效能的问题 对 你的装备要服务于你的人 而不是你人去适应装备 是人适应装备 是我们上一辈也在干的事情 我们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装备要适应人 我们人最舒服的同时 要让装备完全配合自己 这也是我们所有的专门厂商 也能够做的事情 关注中国军事网 收看军迷档案 看看军迷都在玩什么 如果你热爱军事 如果你身边也有军迷 可以在中国军事网微博 给我们留言 让自己也加入军迷圈 下一个军迷网红 就是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